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0月5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有这么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现在就是美国、澳大利亚在帮助台湾、在联合国搞事 向推翻2758号决议,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是关于中国,现在在印尼搞的那个亚万铁路啊 很快就要试通车了,现在印尼的人民呢,是兴奋无比啊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欧佩克家,在昨天的时候呢,做出来了一项决定 就是呢,从11月开始,他们这个石油啊,要减产 以保持这个石油的价格 那么美国呢,就指责说这是俄罗斯搞的 那么俄罗斯同时呢,也向中国保证说 不会影响到中国 这件事情呢,我们一会儿来说说详情 那么第四方面的内容呢,就是中国家门口 什么韩国、日本有哪一些小动作 好,我们一项一项的说,第一项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2758号决议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是像当年联合国呢,通过了一个2758号决议呢 就把蒋介石他们呢,从联合国就踢出去了 那么这一个行为呢,就表示全世界呢,就达成了共识 那么在世界舞台上呢,代表中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中华民国呢,就不复存在了 已经是清出了历史舞台 在世界上就一个中国,这就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 那么美国呢,现在也是经常的对中国进行攻击以后呢 加上一句说他们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 那么这个一个中国叫原则也好,政策也好呢 都是由这个2758号决议确定下来的 那么它的内容呢,我就不跟大家重复了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它这个内容非常的简短 但是呢,又非常的准确 它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歧义的 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哈 前一阵子美国就在推这个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里面其中就有一项内容 就试图想推翻这个2758号决议 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们就看到台湾现在仅存的所谓的13个邦交国 就向联合国提出来了一个联名函 这个联名函呢,就要求联合国来讨论 推翻这个2758号决议 说这个2758号决议呢 是想当初把台湾排除出去呢 是不正当的 是不当的 是一个错误性的,误导性的 要求联合国现在就把2758号决议呢 给它推翻 恢复台湾在联合国的这个地位 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痴心妄想 像当年呢,在联合国通过了2758号决议以后呢 美国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努力的 就想给台湾呢,在联合国争取到一个席位 那么中国是坚决反对的 就因为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建交呢 还推迟了好几年 一直到1979年 中国才和美国建交 中国当年呢就坚决的捍卫了这一条底线 这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一直到今天呢 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任何的歧义 不会产生任何的误解 是坚决不能撼动的中国的一条底线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人来挑战这个底线 美国不管他做什么 他都要加上一句 他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不变的 那么为什么说这13个国家 能联名来给联合国提这么一个信函呢 就是因为他们从台湾拿钱呀 从台湾拿钱 然后美国呢作为世界霸主 给他们呢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保证 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就给大家做视频介绍了哈 就是在南美台湾的唯一的一个所谓的邦交国叫巴拉圭 那么巴拉圭呢前两天就提出来了 说要求台湾给他们提供啊 10亿美元的一个援助吧 援助他们一个是一个什么项目 我就忘了啊 反正他们要搞一个项目没钱呀 就要求台湾给钱 而且呢还攀比 说你台湾呢 之前你给其他的非邦交的那些国家 像立陶宛什么的 都给了他们很多的钱 说你非邦交国家说是给出了60亿美元 我们都是邦交国 你给我10亿算什么呢 啊 当时呢很显然 这也就是要挟 就是威胁 那么当时呢 我们并不知道 他是在一个什么时间的关键节点上提出来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那么就是美国啊 台湾要求他们在这个上面签字 所以呢 像巴拉圭就提出来了这个 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哈 他这里面呢 有一个中亚的国家叫宏都拉斯 那么宏都拉斯呢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也经历了大选 他当选的这个总统 他在竞选的期间 他就明确的指出来 说我上任以后呢 要和台湾断交 要和中国大陆建交 那么很显然呢 这事现在也并没有实现 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啊 就巴拉圭呢 他是一个公开的喊话 他本来呢 他可以私下里面 就给台湾就发个信 对不对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也就得了 不让别人知道 但是呢 他是通过公开的方式 向台湾要钱 这是为什么呢 和这个宏都拉斯啊 那个总统 在竞选的时候 公开提出来这些呢 都是一样的 其实他们呢 除了向台湾传递 一个信号以外呢 也向中国大陆 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说呢 哎 我现在 我向台湾呢 我现在要10个亿 对不对 你中国大陆 是不是想争取我呀 如果你争取我的话啊 你就跟我谈一谈 你起码得比这10亿要多吧 他们还提出来说 台湾还和那个非邦交国呢 提供了60个亿哈 这就是向中国大陆喊话 那为什么说巴拉圭现在 他在这里面 他签字了 那么宏都拉斯呢 也没有和台湾断交 为什么呀 我认为呢 就是中国大陆 根本就没理他们 根本就没理他们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你 你甭想说在这儿两头吃 中国大陆呢 应该就没理他们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人 所以呢 他们两头吃呢 就没有得逞 绝对不可能是说 从大陆拿到的少 然后呢 从台湾拿到的多 所以现在偏向于台湾 肯定不是这样 中国大陆 如果向他们妥协的话呢 就这点钱不算什么 对不对 它只能是一个解释 中国大陆 压根就没有理他们 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呢 澳大利亚也非常的恼火 因为呢 像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呢 之前的时候 它就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 那就都是澳大利亚的后院 澳大利亚对那些个岛国呢 以止气使 说一不二 美国对澳大利亚呢 是非常的放心 因为这个局面呢 是不可撼动的 所以美国在这些岛国呢 和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它也根本就不在那儿设立这个大使馆 也不派大使 哎呀 因为那些地方你知道吗 都非常的落后 那些大使如果去了的话呢 那些地方在那儿生活哈 你在那儿住呢 就非常难受 估计没有人愿意去那些 那么落后的地方 有的地方呢 就算是那个比较大的 巴布亚新吉内亚 这些岛国里面 这是最大的 对不对 那个巴布亚新吉内亚 如果你在网上看看那些网红 到那边去探险的那些 那些人啊 还是原始社会的状态 中国的网红到那儿去的时候哈 拍的那视频呀 到中国的那个平台上 都不给放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那男的女的孩子们哈 穿衣服都不完整 都露点 就全部都是露的 那女士的上身都是露着的 那你一不小心呢 他那个视频里面 就会有这样的 你即便是打马赛克呢 都很难 所以呢 在中国的那些平台上面呢 经常是都放不出来 都不能受到平台审查的通过 连那个巴布亚新吉内亚 他那个最大的岛国 他都这样 你想想其他的地方 他能好得了吗 但是呢 现在呀 他们有了中国了 你像马尔代夫 他这样的岛国 哎呀 现在都很好啊 还有斐济啊 这些很小的 这些岛 我倒是没有去过 但是我们都有从这个电影电视里面看到 就很漂亮哈 他们挣了不老少的钱 巴布亚新吉内亚呢 中国也帮助他们来发展这个渔业 我以前都说过 我就不再重述了啊 索罗门群岛呢 也是一样 对吧 中国去了以后呢 就帮助他们进行建设 推行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项目 那么中国去了以后呢 像索罗门群岛 他就和台湾断交了哈 和中国大陆建交 完了以后呢 那台湾就很不干了嘛 结果去年年底 11月份的时候 从一个小岛上开始 就发生了这个骚乱 那么那个小岛上呢 就是台湾人比较多的一个小岛 你想想看他这个骚乱 你说跟台湾有没有关系吧 你说跟台湾没有关系 谁会信呢 对不对 那么他那个骚乱呢 就从那个小岛开始 然后不断的就蔓延 因为他这个索罗门群岛 他又没有警察 对不对 让这个澳大利亚来 澳大利亚就不来 就拖着就不来 那么使得他的这个骚乱呢 就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扩大 性质呢 也越来越恶劣 越来越恶劣 那一开始呢 可能也就只是 谈谈口号游游行 然后呢 到打砸抢 结果到最后呢 到他的首都 这个最大的岛的时候呢 就开始烧杀抢掠了 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就是澳大利亚 他不来呀 后来好不容易澳大利亚来了 然后就说 这儿不管 那儿不管 就是中国呢 说到这事儿的以后呢 就是会指出来 这一系列的事实 现在呢 澳大利亚就说呀 中国是栽赃他们 做虚假的宣传 就进行这样的污蔑 说中国是污蔑他们 说中国从他的手里面 从澳大利亚手里面 夺取了他的这个影响力 那么索罗门群岛就和中国签订了那个安全协议嘛 对不对 他那个安全协议 人家索罗门群岛 人家反复说 这个呢 并不抵消 并不和澳大利亚的那个冲突 澳大利亚的协议仍然还是在的 我们这儿如果是发生暴乱的话呢 那我首先就让你澳大利亚来给我提供安保的服务 对不对 如果你澳大利亚像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似的 或者你不来 或者你来了以后 这儿不管那儿不管 那我就由中国来进行补充了 那你澳大利亚如果你对人家负弃责任的话 那中国不是也没有这个影响力吗 对不对 澳大利亚呢 就是在美国的指使下呀 趁这个机会呢 就攻击中国 挑拨中国 那么在他们的挑拨之下呢 很显然 人家所罗门群党的意志就很坚定啊 因为他已经受过一次害了呀 如果我一直不坚定 我就和中国呢 我取消了 那下一次再发生那样的事怎么办 是不是 那不就干弄眼了吗 那不就被动了吗 那么美国呢 这一次召集太平洋这些岛国 到白宫去开这个峰会 完了以后呢 出这个联合声明的时候 人家所罗门就说了 你这里面出现的对中国的指责 你必须去掉 你要不去掉的话就不签 结果呢 后来所罗门就签了吧 美国并没有向外界说 所罗门为什么后来就签了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所罗门群党的那个外长 他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他就把这事就公布出来 好 这世界才知道 就是因为呢 他把那个去掉 你把那个去掉了 我就签 你要不去掉我就不签 因为人家中国 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施加压力 中国最好了 中国最尊重我们了 中国最帮助我们了 那么我们还看到哈 马尔代夫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抱美国的大腿 他们就想抱美国的大腿 毕竟美国呢 是这个世界上 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哈 说你跟他走近 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有面子的事 所以呢 他就抱这个美国的大腿 完全就忘记了 中国对他的帮助 就觉得中国对他的帮助呢 就可以忽略不计 他那个旅游搞得好呢 跟中国没有关系 跟中国人没有关系 是因为他那特别美 我昨天的视频 我就说了哈 别人咱们管不着 你看我的视频的话呢 那你就不要去什么 马尔代夫 你的家里人呀什么的 也跟他们讲 这马尔代夫啊 白眼狼 不要去了 让他们尝到这个后果 让他们看看 他那个旅游搞得好 是因为他那很美吗 还是因为中国人捧他 好 这是这个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今天呢 我看到报道啊 中央电台呢 就做了报道哈 说印尼的亚万铁路呢 现在就差不多了 到年底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嘛 到年底的时候 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 就可以试通车了 现在就是那些铁路啊 那些火车呀 一列一列的那火车啊 都准备好了呀 就他们这工作人员呀 现在也是在培训的阶段 我看到中央电台呢 还采访他们的那些工人 那么有一些工人呢 他之前的时候呢 他就是附近的那个农民 现在呢就成了铁路工人 说他们的工资呢 是以前的三倍以上 三倍以上啊 那么他这个铁路通车以后呢 这是一个高铁哦 那他这个呢 就比以前要快很多 他的速度呢 是350公里一小时 原来他从雅加达到万龙之间呢 坐他原来的火车 要三个多小时啊 现在这个高铁开通以后呢 40多分钟就到了 你说多好呢 现在印尼人民呢 都等不及了 有好多人呢 就拍那个火车 那个长的那样啊 就已经让他们很自豪了 那么像这个项目呢 这是2015年的时候 中国在印尼 投标得到的这个项目 那么我以前的时候呢 还跟大家说过哈 像所罗门 他们那样的 虽然是一个小国家哈 中国去承包他们的一些项目 也都是通过投标 美国直到现在 还在那挑唆呢 澳大利亚的媒体 就跟那挑唆 以前我跟大家说过哈 他就去挑唆 中国的在那施工呢 就是把那个工地呢 都围起来的 相当的规范 他们当地的这个建筑商呢 他就说 你看我们跟他们 是没有办法比的 我们这建筑商 他现在做的这些 我们都做不到 你像围起来的这些东西 这些设施啊 还有挖掘机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没有 跟他竞争是竞争不过的 那么美国 美国之音呢 就挑唆他们 说你都不知道中国有什么猫腻 中国呢 都是政府给他们出钱 他们在这里面呢 根本就不赚钱 赔本赚吆喝的 那你要这样的话呢 那索罗文人民 那不是更没什么了吗 中国都不赚他的钱 就存给他们提供这么好的东西啊 对吧 还有呢 今天我还看到呢 中国在报道 这个亚万铁路的时候呢 顺便也报道了 像中老铁路 中国和老挝的这个铁路 这个铁路开通以后呢 真的是给老挝人民 和老挝的经济啊 也带来很大的利益 那么详细的情况就不说了 那么现在还有中国和泰国的铁路 说正在建设的阶段 建完了以后呢 他的利益啊 他的好处 那泰国现在也是等不及了 非常的期待 好 这是第二方面啊 第三方面呢 咱们就来说一下 昨天OPEC家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呢 从11月开始 他们每一天 要减产200万桶的石油 以维持这个石油的价格 那么这个呢 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了 这个OPEC家 他们在讨论 有这么一个动议 现在呢 他们这个已经是决定了 那昨天我还出门一趟啊 我发现啊 就是加拿大这加油站的 这个汽油啊 应声就涨了 而在之前的时候呢 加拿大的汽油呢 就我们这个小城市了 它是一块六毛多一升 已经维持了 我看了得有好几个月了吧 但是呢 昨天就应声的 一下子就涨到了一块八毛多 一块八毛五吧 好像啊 就是因为OPEC家呢 他们现在要减产 那么要减产的话呢 石油就会涨价嘛 今天我看着报道呢 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石油要维持在一桶一百美元 那美国现在就气得够呛 美国就说呢 这就是中东啊 被俄罗斯操纵了 中东呢 和俄罗斯狼狈有一间 然后呢 就搞了这个减产 按照美国的意愿呢 就是中东 他们要增产 就把这个石油降下来 对吧 他们就希望降下来了 如果能降到60美元一桶 以及一下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不赚钱了 那如果俄罗斯不赚钱的话 那么俄罗斯他就没有收入 那他就打不了这个仗了嘛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算盘 他的目标呢 就是搞垮这个俄罗斯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石油涨价的话呢 中国作为一个石油最大的一个进口国 那么对中国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呢 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说呀 说俄罗斯呢 现在就是给中国保证 说这个减产呢 不会影响到中国 为什么不会影响到中国呢 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所签署的那个能源协议啊 说这个价格呢 是保证让中国满意的 你知道吗 就是双方满意的呀 双方满意的 就是中国满意 俄罗斯满意 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呢 他们说会对中国做让步 便宜卖给中国 就这点时间呢 就是夏天那会儿 那石油价格最高的时候 就是100美元以上的时候 那俄罗斯也是卖给印度 卖给中国 都是比较便宜的 俄罗斯的这个媒体 我看呢 他们就是现在保证中国不会受到伤害 好 这是第三方面的内容 第四方面呢 就是说说中国家门口发生的事情了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哈 朝鲜进行了好几次的试射 有短程的导弹 有中程导弹 就刚往关岛那个方向呢 打了一枚中程导弹 这个导弹呢 是射程水平方向是4500公里 然后往高了打呢 950公里 将近1000公里 就是他这个距离呢 打到关岛是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呢 他跨过了日本的上空 而日本就吓得不呛 对吧 说日本呢 还拉响了这个防空警报 让人们就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回事 按说呢 那个防空警报响了以后呢 人们应该去寻找那些掩体 但是现在和平年代哈 人们都比较麻痹 人们呢 只是愣愣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并没有慌张 我看到日本的那个视频里面哈 那么今天呢 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朝鲜连续进行这种导弹的试射 那他要威胁的呢 就是韩国和美国了 我昨天还跟大家说了哈 俄罗斯的媒体还采访了朝鲜的专家 然后朝鲜专家就说呢 他这个中程导弹的试射呢 就是对这个关岛的 就是对美国的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 美国和韩国联合进行了一个试射 他们也设一个导弹 咱们也不知道他这个导弹呢 是一个什么远程中程还是短程 反正呢 甭管他是什么程吧 他打出去以后呢 结果他就回来了 落到了自己的这个发射场 结果发生了爆炸 结果呢 就周围的居民啊 听到你想想就离得很近啊 发射场啊 这个失明是非常大的 这韩国在发射场周围的这个居民呢 倒是着实的给吓着了 韩国的居民呢 就觉得说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朝鲜打我们了呀 因为那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呀 那玩意儿本来应该是落到海里的 结果呢 落到了自己发射场 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今天呀 成了一个国际笑话了 你像中国的网易新闻上面的这篇文章呢 他的题目就这么写的 说韩国和美国演习笑死了 导弹竟然落入韩国空军基地 就是他发射的那个地方 所有的媒体我看今天呢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就包括台湾嘛 就觉得太丢人了吧 以前的时候呢 就老是在笑话朝鲜 试射呢 经常不成功 可是现在朝鲜多厉害呀 对吧 朝鲜搞的全都是高超音速 美国的高超音速都不行 好 最后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呢 今天还做了一个报道 说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呀 挂弹和敌方的军机 进行了对峙两个小时 把敌军的这个飞机编队吓跑了 中央电视台并没有说这个敌军是谁 但是军迷们认识那飞机 那飞机呢 就是日本的飞机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呢 就是说外机一个编队来了以后呢 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呢 就起飞挂弹来对他们进行驱赶 然后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呢 另外一个编队呢 结果又来了 那么中国又挂弹又上来 就来吓唬他们哈 结果呢 他们又跑了 对峙了两个多小时 完了以后呢 中国的这个驱离完了外机之后的飞行员 就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互相进行致敬 真是现在呢 中国的空军呢 非常的厉害呀 轻轻松松的唱着歌 就把敌机的编队给吓跑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实力呀 对不对 不过呢 我希望中国的军队 不要骄傲啊 俗话说 骄兵必败 如果是真的要发动武统的时候 真打起来的时候 不要骄傲啊 不要轻敌啊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